中国女排公布主教练选拔组专家名单 游郎平、陈忠和以及赖亚文领衔 安家杰正式退出选拔 最新去向曝光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来和大家聊聊这件事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发布的最新消息 接下来中国女排将围绕2022年女排市井赛 杭州亚运会 2023年女排世界杯和2024年巴黎奥运会 打造全新的教练团队 而且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 来层层选拔出中国女排新一届的教练班底 自郎平9月1日卸任以来 已经过去4个多月了 中国女排主教练人选的确定工作也提上了日程 随着女排超级联赛的结束 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也将全面加速此事 从此次中国女排公布的评选成员组专家名单中 我们可以看到 其中有前中国女排主帅郎平、陈忠和 以及现在排球管理中心的副主任赖亚文 而他们给出的一些意见也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郎平、陈忠和以及赖亚文的入选 就意味着郎平、陈忠和的回归以及赖亚文的挂帅 都将变成不可能了 因为他们三人进入选帅专家组后 也就说明了他们不可能成为中国女排的教练 估计很多球迷会为此感到失落 因为无论是郎平、陈忠和、还是赖亚文 他们在中国女排都拥有着很高的人气 因此 随着这三个人退出选拔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安家节会是最大的赢家 因为在郎平卸任以后 目前真正可以接管中国女排的只剩下一个安家节了 而且现在的安家节正处于教练的黄金时代 如果此时他接手中国女排 将有助于女排完成平稳过渡 毕竟他跟随郎平八年了 对郎平的执教思路和理念也非常熟悉 也接触过世界顶尖 领先的女排战术体系 如果他可以接过郎平的教编 将会完成一个体系的继承和延续 这也是明星所向 可是安家节真的会接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吗 而根据昨天下午北京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 安家节的最新去向曝光 他退出了中国女排主教练的选举 并接受了最新任命 他将正式顶替李延龙 担任山东女排的主教练 随着这个消息的爆出 那也就意味着安家节已经正式接受了任命 将重返山东队之教 这对于未来山东女排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也有助于正处于低谷的山东女排在下赛季完成触底反弹 而伴随着郎平、陈忠和、赖亚文以及安家节的退出 那接下来中国女排的主教练会是谁呢 现在有两个热门人选 是谁呢 那就是蔡斌和王宝全 不过按照目前的形式来看 王宝全的年龄可能稍微有点大 因为他就比郎平小一岁 如果你在60岁以后再去带领中国女排 显然会超出你的承受能力 可能大家觉得你这个年纪出山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其次就是蔡斌 虽然他上个赛季刚刚与江苏女排签约 但是按照他的年龄来看 他现在也已经50多岁了 现阶段如果他来带中国女排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年龄 毕竟他很了解国内女排的整体情况 而且如果此时蔡斌能正式执教中国女排 再带两届奥运会对他来说也不成问题 因此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蔡斌已经超越了王宝全 成为中国女排的第一个热门候选接班人 不过最终 谁将报名参加这场中国女排主帅的竞选 谁最终能获得排球管理中心的批准而获胜 只能交给时间检验了 在此也期待着排球管理中心在确认了中国女排主帅后 这位主帅可以尽快地帮助中国女排走出目前的低谷 重塑往日辉煌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次见